大家好,一提到中国的5G,大部分人会联想到华为 但事实上,中国5G起到最关键作用的是中国的移动 那么到目前为止,中国移动是拥有5G专利最多的公司 而且中国的5G之所以能够发展是因为当年中国移动冒天下之大不惠 愣搞了一套网络通信的标准叫TD 我不是学通信的,我说不太清楚这个TD到底是什么 总之从目前的资料来看 还有当年的很多的网上的很多帖子都被挖出了 那么中国很多人喜欢挖分打脸 当年很多了,包括网络的帖子,大家都搞不懂 移动为什么要搞TD这套网络通信 很多人都认为又要骗政府的补贴了 因为移动是国企,又要浪费国有资产了等等 那么后来移动愣是在一片反对声望当中 把TD搞起来了 这个TD就是中国自己搞了一套网络标准 那么它这套标准就开始和以欧美主导的那套标准就不一样了 我们自己搞了一套标准 那么5G,华为的5G,因为华为是通讯商 它都是在TD的基础上围绕着TD做起来的 那么所以现在挖分的帖子很多了 还有很多道歉的帖子,对吧 因为很多都是我当年也喷了 为什么要搞TD呢 对吧,现在看起来是非常必要的 那么说这个事说什么呢 我就主要要说一点点,第一点我认为这个世界是少数人带动的 就是世界的发展是少数人带动的 大多数人的眼光是短视的 甚至可以说是不是很精明的吧 当然我觉得也不能用愚蠢这个话来讲 那么 真正推动这个时代啊 推动这个社会发展的永远是少数人 我们都知道在物理学界就讲牛顿之前和牛顿之后啊 人对自然或者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啊 是出于两个时代,对吧 牛顿之前和牛顿之后 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完全是出于两个层面上的 就是对这个客观世界的认知 那么就是说什么牛顿啊 这一个人对吧 通过他的三大定律或者他其他的等等 把人类的认知对这个自然对世界的认知啊 往前推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层面上啊 那么牛顿的这个贡献啊 在他过去啊 哪怕他同时代那个世界上的对吧 几十亿人口 所有人都加起来 他也未必能做出这一个 那么唯独牛顿这一个人啊 他就把这整个世界推到了这个层面上 那譬如像 我觉得你譬如像 就从我在农村来讲吧 就是我们农村的这个劳动生产率也在一直在提升啊 小时候都是牛顿 牛顿 那么现在是机器公众 那么机器公众之后呢 这个播种的速度啊 收割的速度啊 都增快了 但是实上 这个机器啊 他也不是农民们发明的 对吧 他是农科所 对吧 农科所研制出了机器 然后一些厂家生产了出来 那么如果单纯靠农民内部的自我演化 可能永远也演化不出机器来 对吧 那就算真正要演化出来 也是我觉得也是几千几万年之后的事情 那么这个历史啊 就太遥远了 那么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这个社会啊 是有少 社会的前景和发展 他是往有少数人推动的啊 大多数人是短视的 那么就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呢 依旧是啊就是这个不仅仅是外国人呢 包括很多的中国人啊 对中国的发展 依旧是两套标准 啊 譬如以前中国封闭市场的时候呢 对吧 认为中国啊 不许外国这东西进来 对吧 这是落后的啊 是封闭的 那么美国现在呢 这个在5G上呢 对吧 他封闭的自己的市场呢 啊 大家又认为这个美国啊 做的对 对吧 就应该封闭 啊 应该警惕中国技术产品的入行等等 对吧 这个中国的发展啊 就是很难啊 譬如华为搞个狼性文化啊 也批盘来批盘去 那我就好奇了 那不搞个狼性文化 难道要搞个狗性文化吗 对吧 而且这个狼性的精神啊 不在这个狼子如何 对吧 你要看他的内核啊 团队合作 技术进步啊 竞争等等 对吧 难道你要补竞争吗 嗯 事实上你包括这个 华人也好 欧美也好 难道你不知道这个世界的发展 这个要靠技术的进步来推动吗 他们也很清楚嘛 对吧 他就是给你灌迷魂汤 啊 就是靠这种 我们可以说是鸡汤吧 嗯 你可以说是像罗用台那种啊 小缺性的思想吧 对吧 给你灌出一种非常 错误的思想来麻痹你啊 那么然后呢 他在搞竞争的时候啊 让你忽略到掉 让你忽略掉了这个竞争的残酷性啊 呃 陷入一种慵懒的状态 啊 你比如当年抗日的时候 那么很多人也认为打不过呀 对吧 汪精卫就是典型的代表呀 就我们为什么要打 我们打不过 我们为什么要打 不要打了 直接投降好了 那么社会的证明啊 也是能打过的 呃 包括我们90年代初 对吧 像以前也说过 呃 西方人就认为我们要崩溃了 写了一本书 黄货 认为到时候中国两亿难民啊 跑到欧洲去 欧洲怎么办呢 呃 包括台湾 李登辉搞了个七块论 对吧 大陆马上就要分成七块了啊 我们为什么要跟他搞统一呢 呃 台海危机的时候 对吧 到时候一大堆穷勤勤都跑我们家了 都跑我们台湾了 我们台湾能受得了吗 那么在那种内外教育困的时代啊 那么我们 依旧走出来了吧 凭借我们的勤劳勇敢和大武贵的精神吧 呃 依旧呃 走出来了 虽然中国现在可能也有很多的问题啊 我们呢 嗯 发展也是很不均衡啊 内部也存在很多的问题 但是我们也 也应该能看到吧 那么中国的发展 是在向前走的啊 那么中国的政府也是在奔着解决的问题的方式在做的啊 那么所以呢 呃 我们的未来呢 是充满了一定的信心 包括很多人讲中国的这个城市也是一样啊 几年不见 它就不是你印象中的那个城市了 就是这个社会啊 一直在变化 那么呃 我们一直呀 呃 都是满怀着期待和信心的 呃 那么好 今天这一期视频就说到这里啊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